如果大家现在正在听老韩念这份遗嘱 说明我的身体状况 真的已经不容乐观了 所以以下的内容 就是我在深思熟虑之后 针对我名下的股份存款和房产 做出的分配与安排 我的儿媳 杜欣雅 这么多年坚守沈家 照顾长孙 所有我持有绿川集团的股份 就全部赠予他 我名下还有四套房产 家里的老宅就留给欣雅吧 她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 都已经习惯了 至于剩下的三套房子 其中秦陵王府的房子 赠予我的长孙沈密 红尘江景留给沈臣 沈宏远 玉井湾的房子 爸爸就留给你了 最后我的存款 平均分配给我的两个孙子 沈密 沈臣 利益主人 沈荣仙 执行人 韩光年 完了 还有 这是老爷子所持有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他已经签过字了 您只要签了名 就可以立即生效 我也有一件事 想要说一下 第一件事情 房产 我转赠给韩孟楠 第二件事情 爷爷留给我的所有存款 我赠予沈臣 我赠予沈臣 爸 我先送你回家 不回家 去公司 你爷爷的这个人 就是这么做实际 他都这样 还在隐瞒病情拖延时间 好让沈密上位 在我和我哥之间 他就是这么选择的 到了你们孙子辈 他还这么做 他一点都没有改变 儿子 爸不是为了那点财产 爸就是不甘心 你不相信我这儿子 我自己恨 我自己的东西 我自己打回来 哪怕孤居分账 我一样自己打回来